拜登先生 从1月20号执政到现在 应该差不多五个半月了 应该讲他的对华政策 我觉得是成型了 他对华政策大概是三块 一块就是直接继承特朗普先生 包括什么呢 包括军舰飞机 不断地在中国的东海 南海 台海出没 就是军事威慑 再一个 就积极地推进 美日印澳四方机制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模仿特朗普的病毒溯源 在病毒问题上 溯源把中国置于被动地位 那么这三张牌 军事威慑 四国机制 病毒溯源 这个是属于特朗普的 他就继承了 另外我的观点是 他还继承了奥巴马的 也就是奥巴马是典型的民主党人 外交上通常他会有三张牌 一个就是国际规则牌 做什么事 他给你挂上一个国际规则 就现在他挺有合法性 他做事 第二个就是联盟牌 就喜欢拉帮结派 第三个就是人权牌 不管他们家人权情况怎么样 反正你们家有一点事 他给你夸大 站到一个道德高地 哇 猛骂你 这个三张牌呢 是奥巴马的 也是民主党传统牌 叫国际规则牌 联盟牌 这个人权牌 那么他自己加的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把它叫强身健体牌 就是首先把美国的 现在的问题控制住 所以他就通过了 1.9万亿的纾困法案 然后紧接着又提了两个法案 2.25万亿的基建法案 和1.8万亿的家庭与教育法案 对吧 这个属于强身健体 只不过后面两个法案 好像目前是局部在通过吧 也不太顺 因为共和党方面反对意见 特别大 但他思路是对的 他认为中美会进入 全面的长期的激烈的竞争 然后美国要赢得这场竞争的关键 是自己要把自己事要搞好 这三块吧 特朗普 继承特朗普的 继承奥巴马的 再加上自己呢 应该构成了他的那个 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内容 对于这个过去 叫五个半月 中美关系怎么看 我知道国内现在是分歧挺大的 有些朋友呢 就认为啊 说拜登比特朗普还坏 有点狡猾 不像不像 不像那个老特 按照北京老百姓的话 就挺鲁的 没有生死手里 上来就动手子了吧 有点那个乱权 打死老师傅啊 那个所以呢 说相对好对付 拜登狡猾 是吧 拉帮结派 而且这个讲话 就是政治有词啊 这个挺会辩护的 所以对这个 这五个半月的中美关系 有人说 哇 这更糟糕了啊 那个 但我不这么看 我还是觉得那个拜登 这个团队比特朗普团队 要相对好一点 主要是特朗普 这个人的政治特性 他是寻求冲突的 就是他有意的 要寻求冲突 这表现在国内 也表现在国际 国内是不是 他撕裂各种矛盾 现在到底 你作为总统嘛 应该弥合矛盾 对不对 他不是 他撕裂矛盾 所以你看 上台前 美国社会有点撕裂吧 他下台的时候 撕裂得更厉害了 对不对 现在两党尖锐对立嘛 两派民众尖锐对立嘛 某种意义上讲 美国就处在文革当中了 对美国是有伤害的 这个就跟他那个政治哲学玩 大喜欢斗 喜欢冲突啊 国际上台也喜欢冲突 而且跟谁都冲突 跟中国跟盟友啊 但是呢 跟中国的冲突 应该是排第一位的 对吧 所以大家看到 特朗普的后三年 2018 2019 2020 整个关系往下走 走得挺快的 拜登上来呢 我觉得还是稳一点 虽然他打法很复杂 但是总体来讲 他这个打法 还是有点底线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拜登这个本人稳一点 他的团队要专业一点 做事要有底线一点 这个东西呢 适合中国外交 我觉得这个老拜登这套复杂打法 其实挺对中国路子的 中国不怕复杂 我们有办法化解 而且就事实上 这五个半月 我觉得那个拜登 就是拉帮结伙 对付中国 目前并不成功 他真正跟他站在一块 无非就是五眼国家 日本和几个东欧国家 韩国是中立的 东盟是中立的 老欧洲基本上也是中立的 然后中国的关系还是很稳定的 所以他没有达到目的 对不对 另外呢 最后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个情况 就是六月初啊 美国啊 主动提出来给中国打了四个电话 一个就是他的那个贸易 就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给刘鹤夫总理打电话 要求什么呢 所以你人币别再升值了 你这个出口产品别再涨价了 为什么 因为我有通货膨胀 你再一涨通货膨胀就更厉害了 然后紧接着 是不是耶伦打电话 就是财政部长 也是给刘鹤夫总理打电话 所以你得买点国债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现在这个经济不好嘛 税收减少 可是拜登那个下一个财年的 那个支出是六万亿美元 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联盟支出 花钱多了 税收少 怎么办 得买国债啊 美国在中国是大买家呀 对不对 得找中国帮忙 那么再下来呢 就是美国那个商务部长雷蒙德 跟我们商务部长王文涛打电话 就是说 去年你不是答应要买我们家东西吗 数位还没到呢 再接着买 最后 就是我们注意到是那个 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给我们那个中央外办主任 杨洁篪政治局问候打电话 主要的第一谈的是朝鲜半岛问题 是吧 就是他说我想跟朝鲜缓和 我给他打电话 他不接 你都不理我 你是他大哥你帮他说一下 所以你再归纳一下 是不是有点意思 就是在这几个问题上控制通货膨胀卖国债是吧 增加美国出口然后稳定那个朝核一核局势 美国都是有求于中国的 我做了个比喻啊 大家可以体会到 中美关系的负担性 就是美国呢 是这个地球村的一把手嘛 就你们单位一把手 哇 召集单位开会 当到全全体那个员工里面呢 这个批评我们中国 就当众批评对吧 搞到中国挺难受的啊 善乐会往外走了吧 他几个大不留心串到中国身边 说哎 我直指那个事还得帮我办一下啊 是不是 这就是中美关系挺复杂的这一面 不是那么那么简单啊 就是美 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拜登当局还是跟老特不太一样 他有点基本理性的 他知道有些事离不开中国的合作 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拜登执政吧 中美关系啊 还是有对话的条件 和合作的基础的 这个 所以基本上就是 中美关系现在的图景呢 是合作 竞争 冲突 三方面都有 在美强我弱的情况之下 美攻我守的情况之下 我们能守住我们的底线 做到斗而不破 那中国外交就是成功的 就咱们中国的主观愿望呢 是扩大合作 是吧 控制冲突 那么如果有竞争 我们也直面他 他希望不是恶性竞争 是良性竞争 对吧 目前我们主观态度是这样的 但现在我看到呢 美国的主观态度呢 是积极地寻求竞争 对不对 那么我觉得 应对知道大概这样 就是中国很沉稳的 把一个一个的竞争压力化解 就是现在等于是美国人在气头上 然后投入很大的兵力 攻那个山岸岭 是吧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守 如果能守一段时间 他损失很惨重 损失很惨重 还攻不下来 这个时候他会改变 他的那个思路 所以大概目前 美攻我守 美国积极地发起竞争 可能还得持续一段时间